因为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做临床心理咨询的 我现在就想对这位校长和畅畅 我觉得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种痛苦 那种内疚感 其实呢不光是他们 就是我们有父母亲去世的人 都会有这种内疚感 就觉得如果我当时要做些什么的话 他就不会去世 这是很多人都会产生的一种内疚感 还有一点我想是对 现场的各位朋友讲到的 就是说我们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呢 尤其在这个时候不要强加给他 为什么不要强加给他呢 因为他要信任你 我们做心理咨询的人都会知道 心理咨询的第一步就是要信任 如果他没有人没有信任你的话 你这种去帮助他会伤害他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来 麦克风 我们是来自北京学业中心的 因为在我从业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一直在呼唤着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在过去很多时候呢 可能往往看不到 但这次呢 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我们是在12号地震那天晚上 卫生部把我们就调到卫生部开会 然后连夜我们就准备这6000单位的血液 当时扫描 调码枪扫描每一份血液的时候 我们的心真是很沉的 我们的手 护士们在出这个血库的时候 手都掺抖的 但大家什么都没有说 这6000多袋血 光扫描扫了五个多小时 然后大家准备所有运输的冷链的设备 冰块等等 在早上10点多钟时候呢 我们就送到了机场 赶上了第一班 一点半不远三区的航班 当我们从机场回来的时候 让我们感动的事情更多 本来这6000单位的血 对于北京来讲呢 应该是四到五天的采集量 也就是说常规情况下 大概四到五天才能把这些血补回来 但是让我们感动的就是 那天早上一大早 我们血中心接到了很多很多单位 打来的电话 要求我们派车去采血 我们有16部采血车 我们采血车一步都没有停的情况下 我们又派出了七支小分队 到各个单位去采血 让我们还想不到的是 我们没有想到 绝对想不到 我这一天能采出这么多血来 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计算 我们已经采了多少血 等到下午的时候 媒体就纷纷就来了 有时候就问我们数字 我实话跟他们讲 我没有时间统计 我打给每一个车的护士 都说我忙 我没时间统计 我就告诉媒体 我没时间统计是多少数量 但是采血车都回不来 然后纷纷地告急说 没有采血带了 没有东西 然后我们就派车 没车说我们出租车就去给送 到了晚上 十一二点 我们还有两个车回不来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公司 一个是我们的大学 我们当时马上就组织了车辆 到这两个地方去了解情况 然后看怎么去疏导 到了这个大学的时候 远远不是同事们描述的 一两百人 这个队伍就无羞无止地延长 无羞无止地延长 刚刚觉得短一点 见了一部分人 然后突然后面又藏起来了 原来是同学们 自己回到宿舍 看书休息 估计着时间 过会儿又回来 所以这个队伍就无羞无止地排 那么输导了一部分同学 做预约献血 而且当时因为处长还说 如果我们还有别的需求 我们首先通知这些预约的同学们 同学们 听着这个承诺 就让我们坚守这个承诺 不停地在第二天第三天 我们打电话 包括学校老师 你们说再有需要的时候通知我们 你们什么时候通知我们 不停地让我们坚守这种承诺 经历过整个过程 你曾经会不会本来 对这社会上的人情冷漠感到悲伤 说实话 我就是想说这句话 就是有时候人到这个年龄以后 生活也经历了很多 也都很平淡地觉得很多事情 也没有什么可以使得自己再会有一些感动啊 或者是一些心灵的比较深刻的碰撞 那么这十几天可以讲 我们虽然特别辛苦 但是呢 我们感受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一生好像应该来讲 对我们来讲也是人生的成长 或者这一生可能都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 感悟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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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曾经非常犹豫 今天我们在进行的这个节目 会不会对很多的当事人造成二次的伤害 我也非常担心我的言语上当中 可能 人情恋达不够 周全 如果在用词上 或者发问上影响到校长 影响到 唱唱 影响到刘先生 我很抱歉 也请原谅我 但是 当我看到了唱唱 刚刚跟旁边的北京的小姑娘 在那边玩纸贺的时候 我正在想 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内容是对的 这是一个正面的力量的 我很久没有看到 来自 灾区小朋友的笑容了 我知道在过去这几天当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的泪水 但是我知道这个泪水是一个情感的释放 是必要的 然后我听到了校长的故事的时候 我知道 如何才能面对灾难 就是一种责任感 一种责任心 大无畏的精神 这就是面对灾难的勇气 当我不知道什么叫做 面对生理死别的时候 我想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公开电视机上 跟全球华人来分享我自己 九年前我经历过台湾的九二一大地震 我们也是 大地震中的生存者 三年前我的父亲 他往生了 他先世了 我也曾经想过 我没有办法去经历过亲人的生理死别 但是我自己在生命当中找到另一种力量 不管是信仰也罢 还有来自朋友的一些关怀 跟正面的力量 我才知道 在我每一次到一虎一谈的时候 我都仿佛知道 我爸爸就在旁边 因为我知道我爸爸的精神力量 一直在这里 所以我把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一个曾经也经历过大地震的人 一个也经历过亲人往生的 生理死别的悲痛 我相信 希望大家 精神的力量是永远长存的 校长 精神的力量是永远在的 你今天讲的任何话 你的老婆听得见的 您知道吗 谢谢 你未来如果能笑得更灿烂 你能帮助更多的孩童 你的太太是知道的 就像如今我爸爸都听得见 我在讲什么一样 这是一个正面的力量 我一直相信她的 这个信念是一直存在着 好 谢谢 只要你相信她就一定存在 谢谢 好 给我指说 我经过应该如何 善待人生 一二 我想最后吧 也不多说了 生命是什么 我觉得坦白说实话 回到实际 温总理说过的这句话 是我听过最真实的一句话 活着就好好活 希望大家好好活 最后我们看看 雨春 她用她的歌声 让我们大家在她的温柔的声音当中 好好的活 勇敢的活 面对人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 轻轻拍着我肩膀 谁在最快乐的时候 愿意和我分享 日子那么长 我在你身旁 见着你成长 让我感到充满力量 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 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 你在何方 笑容在脸上 和你一样 大声唱 为自己鼓掌 为自己鼓掌 我和你一样 一样的坚强 一样的全力赴出我的梦想 哪怕会受伤 哪怕有风浪 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 我和你一样 我和你一样 一样的善良 一样为需要的人 打造一个天空 歌声是翅膀 唱出了希望 所有的付出之一样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时事直通车 以及凤凰气象站 我和你一样 它也唯一样 尤俄 未经许型